就要来做那个葱的小菜 自己回家切哦 就是把葱然后直的切哦 泡在冰水里面以后 晾干以后再使用 它会比较绿比较脆 拿一个汤匙哦 就是吃饭时候的汤匙 酱油呢跟醋呢是要1比1哦 第一个我先放两汤匙的醋 然后我这个用的是苹果醋哦 再来两汤匙的酱油 这是一般韩国的那个酱油哦 台湾酱油的话 我就比较不建议你这样子使用 再来就是要加糖哦 我加白糖没有了 所以我用黑糖 糖要2汤匙哦 然后再来放麻油1汤匙 辣椒粉4汤匙 然后蒜泥2汤匙 有些人比较喜欢吃淡一点哦 你可以那个葱加多一点 那个比例你可以自己调整哦 撒一点芝麻粒 OK 我们去烤肉店啊 常常都会有洋葱 然后上面有一种甜甜的酱 有没有 然后呢我们来做这个的酱 第一个酱油2汤匙 然后醋呢 2汤匙 然后用白糖就好 是因为我家刚好没有了啦 再来韩国的饮料哦 你可以用七喜或雪碧都可以代替哦 放3汤匙 最后呢 芭芝哦 如果台湾你买不到这种 就是黄色的芭芝麻粒哦 你买不到可以用美式的代替 只要放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放太多哦 因为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很辣 我是用苹果醋哦 再来就把洋葱放进去 如果你觉得不咸 你当然可以再多加一点酱油 这个就是一般你们在韩国外面吃 烤肉的时候他会做的那个酱哦 我们下期再见